重古白昼黑夜的天空可以说是相当热闹 而为了迎接6月6号的半影月时 以及6月21号的日环时天文奇观 花莲新政府特别举办五场次的 流星花莲星空讲习会 中南区包括了玉旅、复礼以及光复三场次 除了解说员 不少旅数业者也都来参加 同时表示希望透过夜间观星的活动 能够让花莲的旅游入业之后更加的精彩丰富 透过图像简报 讲师带领学员一览撞鼓春夏秋冬的美丽星空 这个星云就叫做强威星云 基本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星空 只不过花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然后甚至这边也不像西部地区比较密集的都会区 那甚至它的光害还有它的空气品质 基本上都非常适合看星星 所以到一道东部地区来 我一定会推荐别人来看一下东部的星空 因为一定跟它在西部的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也由于花洞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 也成为了台湾追星族观星的顺地 幸福看转了追星族观光旅游潜力 特别开办流星花园星空讲习会 许多成员也冲着要来观看6月6日的半影月时 以及6月21日的日环时天文奇观 而来参加玉座准备 看到消息说玉里那边有日环时 那就才过来报名 那自己本身对天文就是有蛮好奇的吗 那上了课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 学到很多东西啊 所以值得吗 你觉得 对 流星花莲研习活动中南区 即玉里以及副里之后 也特地遗失到了中区的光复箱来办理 除了解说员 更有不少旅宿业者来参加 并表示希望能够透过夜间观星活动 让花莲旅游的夜晚更丰富精彩 了解说就是天空怎么去看星星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民宿 也可以跟房客怎么介绍 那也是一个吸引房客的一个卖点 其实我很早之前 因为我是从台湾翻过来 然后之前就 星星很美 可是不认识他们 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还蛮高兴有这个活动 总共五场次的流星花莲星空研习会 由于每T次名额有限 场场都额满 在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后 迎接防疫新生活运动 七八月份夏季 花莲好山好水 新鲜的空气 不仅可以让大家大口声呼吸 也借着餐旅宿业者导览解说 一起来体验重古星光闪亮的夏夜风景 记得时宜栏 光复采访报道